年终的时候,我们评测了这台,除了价格不好,哪哪都强的顶级独显迷离主机 还有46G 5080移动版独显,也装置有近年最强大的Ultra 9移动CPU 我是真没有想到,到年底了,元属英特尔开装的LARC系列 也迎来了自己首台装在AMD CPU的小主机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AMD RAM 99955HX3D处理器和RTX5070Laptop移动独显的3A游戏迷离电脑 ROG LARC 魔霸9 迷离 ROG LARC 2025装置的是英特尔 Ultra 9 275HX CPU 是英特尔加近年最顶级的移动CPU ROG 魔霸9 mini装置的是AMD加近年最强大的9955HX3D CPU 那么,在这两款顶级移动CPU之间 您是喜欢英特尔加的,还是喜欢我们AMD最强X3D呢? ROG LARC 魔霸9 mini装置AMD RAM 9 9955HX3D 16核32线程的移动CPU 装置NVIDIA RTX5070Laptop移动独显 8GB GDDR7显存 类置第二代3D WCache 双通道DDR5内层5600MHz M.2 P3E 5.0和4.0的NVMe接口 5屏高刷显示输出 2.5G网卡 交WiFi 7 仍然是ROG LARC迷离电脑独有的巨大包装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 电源线 说明书 这超级板砖大电源是49.5V 是6.92A 一共330W公率 还是我目前见过的最大的DC电源 小主机是塑料镂空机身 设计和做工品质一流 就是有点沉重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耳麦接口 USB 3.2晶2C口 双USB 3.2A口 后面板 49V电源接口 双HDMI 2.1接口 双DP接口 USB 4接口 2.5G网络接口 4个USB 3.2晶2A口 双侧 后部 顶部 都有通风口 拧松这颗螺丝 就可以徒手开盖 我们来试试 从这里 用力拉开 很轻松啊 来看看内部接口 双DDR5内存插槽 最大可以支持 5600MHz 一个M.2 PCIe 5.0的NVMe接口 旁边是MT7925的 WiFi7无线网卡 背部散热风扇 连接着下面还有一个 4.0X4的NVMe SSD SSD的散热 这下有保证了 BIOS里首先看到的是 Easy模式 显示各种设备信息 CPU 内存 GPU SSD 还有风扇转速 点这里 进到进阶模式 这里可以设置 来电自起 我确实在BIOS里 没有遭到性能释放选项 好在启动Windows时候 可以在 澳创中心 设置性能释放 有静音 性能 增强 手动 几种模式 我们本次测试 以增强模式来进行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开始 在130W到128W之间 小幅波动 保持了13分钟 然后下滑稳定到120W左右 整机功耗从200W 降低到188W左右 CPU频率一开始运行在3.7G 下滑稳定在3.5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一小时以内 RG LAC Moba 9mm的CPU 9955HX3D 功耗保持在平均120W左右 时温20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96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35度 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40度 我们首先使用RG Moba 9mm 小主机的9955HX3D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 5分55秒 共计355秒 这个成绩创下了所有米率 主机的最佳 排名第一 RG LAC 970是574秒 RG LAC 2025版的成绩是365秒 相比它Moba 9mm快了10秒 CPU-Z多线程16254.5 单线程858.6 多线程性能排名第二 除了列为低于RG LAC 2025的275HX超过了其他所有米率主机 Gag Benji 5多核23462 单核2384 迄今为止最好的多核成绩比275HX高了一点点 Gag Benji 6多核19755 单核3150 多核成绩排在所有X86米率主机第一名 超过了275HX和Max Plus 395 Cellib Benji 223多核39719 单核2173 多核成绩比Max Plus 395高了2000多 比275HX高了3000多 厉害啊 Cellib Benji 2024多核2092 单核126 多核成绩上了2000分 比275HX高了一点点 Passmark多线程65787 单线程4625 多线程排名第一 大幅超过了Max Plus 395 也大幅超过了RG LAC 2025的275HX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RG LAC Moba 9mm的 9955HX3D CPU的性能 是所有密力电脑中最强的 也稍稍超过了我们测试过的 Intel Ultra 9 275HX和MD RAM 9 Max Plus 395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2853684 CPU得分1809576 我们还给这台 98555HX3D运行的OpenW测试 AES 1001,927 XX20 349,585 Coremark 118,0554 在Coremark成绩上 排名所有迷离主机第一名 这就是9955HX3D的超强实力 我们先用Foremark单烤RTX5070M移动版 稳定在111W 再加入CPUZ双烤 CPU性能释放达到了130W 同时GPU仍然稳定 111W的输出 我们跑了3DMark的测试 Time Spy 14352 高于4070M和8060S核显 低于4080M Fire Strike 37641 高于8060S核显20% Steel Romand Lite 107.69FPS 超过了3080M和8060S核显20%以上 稳定度98.8%通过 接着玩游戏 低频线5 4K超高画质 打开两倍抗救纸 不开DLSS 普通场景100多帧 负载场景80帧左右 低频线4 4K超高画质 全程平均140帧以上 荒野大白发2 4K超高画质 没开启DLSS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213.29FPS 平均增只有49帧 开启DLSS质量档 平均增58帧 古墨力赢暗影 4K最高画质 匀性评估测试 平均增58帧 开启DLSS平衡档 平均增85帧 赛跑朋克2077 4K低光作为画质 没开增生层 跑性能测试50帧 打开多增生层 平均帧125帧 厉害啊 最后我们来测试 黑松发悟空 4K超彩50 DLSS均衡模式 开启增生层 画质全影四起 测试结果是 平均帧92帧 实战一下 断均衡模式 那一 Cor concerning M Bereisa 那肚子 叽 1 1 2 这就是NVIDIA RTX5070 Laptop独显 在4K分辨率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4K游戏主要是显卡瓶颈 为了充分发挥这块9955HX3D 我们也在1080P分辨率下跑了上述游戏 低频线51080P极端画质 普通场景140帧 复杂场景120多帧 低频线41080P超高画质 全程平均250帧左右 荒野大报告2 1080P超高画质 没开启DLSS 平均帧103帧 古墓丽影暗影 1080P最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192帧 赛博朋克2077 1080P超级光坠画质 打开多帧生成 平均帧203帧 黑神画悟空 游戏下的散热很轻松啊 从库塔核心看 NVIDIA RTX5070移动版有4608 显称带宽384GB每秒 我们也跑了 NAMA3大语言模型测试 还是探测色变成 结果是64.82TOKEN每秒 跑本地翻译服务大语言模型测试 跑到了54TOKEN每秒 不错啊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144Hz10位RGB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 2.1F2L标准 USB4和DP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10bitRGB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小主机能够支持 4K160Hz的10位RGB显示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4K120Hz 10位YSBCR444显示信号 NVIDIA RTX5070 Laptop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结本地8K60帧AV4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4视频可以流畅播放 原厂PCIe 4.0 MVA硬盘测试 7200兆币每秒 达到了PCIe 4.0X4的最好水平 USB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币每秒 满血的外置存储 读写能力 WiFi测试 MT795WiFi7无线网卡 跑上了880兆BPS 算是我的WiFi6无线网络环境中 非常好的水平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用性问题 ROG LUCK MOBA9MIDI 装置了MDRAM9955HX3D CPU NVIDIA RTX5070 Laptop的移动版独显 CPU130-120W的性能释放 GPU111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双考试整机功耗超过了310W 待机最高功耗31W 按上面这些结果 330W的板砖大点源还能应付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4度 GPU待机温度25度 SSD待机温度26度 这台小主机增强模式下 CPU生产力测试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61分贝 受惠在耳边是57分贝 而3DMark图形性能测试 GPU110W释放 CPU105W释放 机身噪音是47分贝 收回在耳边是43分贝 GPU110W释放 CPU85W释放 机身噪音是46分贝 收回在耳边是41分贝 GPU110W释放 CPU65W释放 机身噪音是45分贝 收回在耳边是40分贝 也就是说 CPU性能释放越强 噪音越大 CPU性能释放降低 噪音越小 这就可以解释 3A游戏同样画质下 4K分辨率的噪音 要小于1080P分辨率的噪音 奥基拉克摩巴9Mini 装置了Rion9955HX3D CPU 和RTX5070移动版独显 RTX5070Naptop 能跑到110W的性能释放 CPU能跑到130W到120W的性能释放 CPU达到了迷你电脑的最顶峰 GPU也接近上代4080M的水平 它是迷你电脑综合性能 超强的小主机 接口配置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M.2 PCIe 5.0和4.0的双NVM存储 五高刷显示输出接口 我能想到的一个缺点是 内存配置竟然是单312G 单通道内存 不能发挥出小主机的全部性能 大家最好上两根内存条 总结一下 CPU性能130W到120W的性能释放 轻松登顶 超过了275HX和Max Plus 395 GPU 111W的性能释放 非常够用 做工优秀 散热精英都很优秀 各种接口齐全 接口兼用性高 CPU性能 图形性能 接口 还有做工 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可以算目前配置豪华的 超强独显迷离电脑 价格虽然比不上ROG LARC 2025 但也达到了很好的水平 配得上性能吧 这是一台超强的3A游戏迷离电脑 适合不差钱 又需要使用迷离电脑 玩3A游戏大作的朋友们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